接下來講的是一個重點 就是電力公司怎麼跟你家要錢 這個稍微牽涉到有一點點像要計算 其實不太需要算 電力公司跟我們家要錢的時候 是根據你所用掉的電能來跟你要錢 來跟你要錢 那它怎麼算呢 用幾度電幾度電來算 那一度電什麼意思呢 幾度電幾度電幾度電來跟你家要錢 幾度電什麼意思呢 就是一千瓦小時 一千瓦 瓦是功率 一秒鐘一焦耳叫做一瓦 一千瓦就是一秒鐘一千焦耳 小時就是我用了一個小時 所以乘60分乘60秒 算是要有3.6乘以10的六四方焦耳 這就是用這麼多焦耳的電 我就說你用了一度電 我就跟你家收錢 所以千瓦小時功率乘時間就是能量 所以叫做一度電 所以一度電兩度電的度是什麼東西的單位 能量的單位 電能的單位 電能的單位 OK 然後就這麼多 這麼多 這個3.6乘以10的六四方是可以不用背 不過很好算錯就是了 你們記得千瓦小時叫做度 那麼所以它就有一個瓦時計 瓦時計這樣子 上面你們家的門口供應到了一樓 然後電力公司就會抄表 上個月抄兩千 這個月抄兩千二 就說你家用了兩百度電 用這個東西跟你家收錢 就叫瓦時計 所以叫做電表 這個有人就考試就畫這個 但是用這個指針不好認 它都畫在那種數字型的 今天這個月這樣 下個月那樣 然後就請問你 他用了幾度電 或者問你他用了多少焦了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或者是加上錢 他說一度電要三塊錢 請問你要講多少電費 就是要看出來用了幾度電 或是瓦時計OK 那麼一度電 根據一度電的定義 有我們前面跟你講過 如果電機標示多少伏特多少瓦 你一看到標示就會知道 它正常用一個鐘頭會用幾度電 110伏特200瓦 什麼意思 正常使用就產生200瓦的功率 就是0.2千瓦 那這玩意兒用一個鐘頭用幾度電 0.2千瓦一個小時 0.2千瓦是幾度電 0.2度電 就0.2度電 那如果100伏特60瓦用五個鐘頭呢 60瓦是0.06千瓦 五個鐘頭乘以5 0.3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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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耗度電 0.3度電 那請問你兩度電可以讓800瓦用幾個鐘頭 兩度電是2000瓦小時 那我是800瓦一除 我可以用2.5小時 這就是我跟你講過 你看到電器標示 一看你就知道它會用幾度電 所以你可以回家算算你們家裡面 那些東西大概會讓你家用幾度電 有些一直都會開人 叫做冰箱 你就可以算 一天用到你們家幾度電 你們家電視一天看八個鐘頭 那他會用到幾度電 大概可以估計一下 估計一下狀況 知道你們家看到標示 看到標示你就會曉得他一個小時用了幾度電 然後電力公司給你家要錢 他有分一夜跟非一夜 家庭用電跟公司行號用電 然後有分夏月跟非夏月 夏天用電多 所以收的錢會比較貴 非夏月用電少 所以收的錢會比較便宜 這個數字你也不用管他 這個也型還會變 就是電力公司調電價就會改變 所以你也不用管他 只要知道這麼一回事 然後他是累進的 累進的 用電少的收的錢少 用電越多收的錢就越多 就是叫你不要浪費電 不要太耗電的意思 那這是上面是非營業 就是營業用的營業用電 然後也是一樣有分這樣子 看一下就可以了 重量 重量就是像這樣 好 800瓦的電鍋 每天用兩個鐘頭 一個一個用幾度電 那有人是問要花多少錢 我告訴你說一度電三塊錢 請問你 那他要出多少錢 意思是一樣的 意思是一樣的 請問你 我講過看到標示 就會知道他一小時用幾度電 一天兩小時 那用三十天 那請問你他總共用了多少度電了 停車 戰界問 來 找個大帥哥或者是大美女 六號 多少 48 請坐 你說48度電 好 成800瓦除1000 然後呢 就是 0.8千瓦 一小時 0.8千瓦 兩個小時 乘二就是 0.8千瓦 乘以 二千瓦小時 一天 然後乘30天 所以答案叫做 48度電 就是簡單的計算 我說他跟計算有點關係 但是應該都非常的容易 就是問你說他用了幾度電 要花多少錢 就是跟各位了解 請注意 這個度什麼東西的單位 能量 能量 電能的單位 OK